事情发生在2012年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区 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皇位工人老孙 负责这条路 其中一段的卫生清扫工作 已经好几年了 对这一片是非常的熟悉 那年八月份的一天 附近的商场 搞了个大型的促销活动 等围观的人群散去后 满地都是垃圾 着实把老孙累得够呛 等着全部清扫完 天已经擦黑了 像皇位工这种工作 每人负责一片 不清扫完 管片的领导就会扣工资 可以说是有上班的点 没下班的点 老孙打扫完了全部的垃圾 把工具收拾回车里 却没有回家 天气炎热 人们扔掉的饮料瓶什么的 会多一点 老孙还要减时一些回去卖了 补贴家用 常年累月的风吹日晒 起早贪黑 让老孙的双手 布满了老茧和伤口 人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 不过老孙也确实年纪不小了 63岁这个年龄 城里人早就退休 在家跳跳广场舞 吊吊鱼什么的 安享晚年了 老孙的老家 在鹰潭市那边的农村 老伴死得早 儿子来了南昌打工多年 在这里安了家 老孙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不想给儿子添负担 就干起了环卫工作 那天老孙又捡了一些 能卖钱的废品 骑着三轮车往家走时 天已经很黑了 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 路边的一个人 引起了老孙的注意 老孙一见那人 心里就是一个机灵 那是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正蹲在一堆烧锅的纸灰里 捡着东西 这时老孙才反应过来 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半 也是俗称的鬼节 人们会在今天烧黄纸 和一些馒头水果等贡品 而那个女人 就是在捡贡品吃 也许是发觉 有人在看着自己 那女人猛地把头转过来 冷冰冰地盯着老孙 老孙被那女人怨夺的眼神 吓了一跳 总感觉四周阴风阵阵的 那女人的样子也十分的诡异 看不出是人还是鬼 闺女 别吃那些东西 多脏啊 老孙本想好心地提醒她一下 没想到那个女人突然站起身 朝着老孙疯狂地叫了起来 也不知嗷嗷的是啥 这下老孙是有些明白了 这个女人怕是个疯子 老孙见她一直朝着自己 大喊大叫的 只好不管了 骑上三轮车离开了那个路口 可一回头 发现那个女人 又蹲在灰堆里 扒拉着捡东西吃 老孙人是走了 可是心里始终 没放下那个女人 老孙和他老伴以前 也有一个女儿 长到了二十七八岁的时候 出了场车祸死了 那始终是老孙不愿回忆的 一段痛苦的记忆 今天见到那个女人 也不知怎么让老孙又想起了 死去的女儿 心里一阵阵地发酸 突然老孙想起来 自己的包里还装着晚上要吃的馒头和茶叶蛋 老孙心想着 刚才女人肯定是饿坏了 又有些疯癫才会去捡东西吃 想到这里 老孙把车子一掉头 又向那个路口 骑了过去 离得不是很远 老孙猛登了几步 就到了 可是那个女人 却不见了 老孙实在想不明白 那女人离开自己的视线 也就一两分钟的事 怎么能消失了呢 难道是鬼 闺女 我这里有些吃的 你在哪儿 闺女 别害怕 大爷不是坏人 给你送点吃的 老孙喊了半天 也没再见那个女人出来 老孙这时候心里 也有数了 今晚碰到的这个女人 八成 不是个活人 可就算是鬼 饿成那样 也挺可怜的 老孙把吃的东西 和一大杯水 放在了路口的马路牙上 心想着 不管她是疯子 还是鬼 总得让那闺女 吃饱饭吧 老孙一路上 一边想着刚才的 那个女人 一边蹬着车子 往家的方向走 不知怎么回事 她今晚总是想起 自己死去的闺女 要是现在还活着 可能孩子都挺大了 闺女活着的时候 可比儿子强多了 隔三差五的 就回家一趟 看看自己 哪怕说的 都是外面工作上的事 自己不懂 可是心里也热乎 正当老孙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突然发现前面的路上 出事了 那是一场很大的车祸 好几辆车子连环地撞在了一起 现场到处都是车辆的各种碎片 好几个人满身是血地 从车子里爬了出来 也不知道车上 还有没有受伤严重的人 老孙平时就是个热心肠 见到这种情况 哪能不伸手帮忙 赶紧跑了过去 你们怎么样 伤严重不 先离开这儿 去那边等 谢谢您大爷 我弟弟还在车里 现场有许多人都受了伤 那些撞坏的车子 还在冒着黑烟 地上还有些露出来的汽油 也不知道会不会爆炸 老孙赶紧把伤者 往远一点的地方扶过去 连着扶出几个人后 才听见后面传来了警车的声音 太好了 交警来了 交警来了以后 把车里面的人都撤到了安全的地方 又叫了救护车 现场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老孙造了一身的泥土和穴子 回到家时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老孙租的 是一个老旧小区的储物室 窗子和门都很小 条件很差 但是老孙自己住的 也挺满足 而媳妇是城里人 总嫌弃自己这个农村的老头子身上有味 自己搬出来 一个人住 虽说孤单 但是捡得平平罐罐 也有地方放了 卖点钱 还能给小孙子买玩具 挺好的 老孙把自己的晚饭送了出去 自己回到家里 啃了个凉馒头 就着点咸菜 对付了一顿 正在这时 老孙猛地打了个冷战 老孙想起 今晚那个女人出现的时间 要不是那个时候 见到了那个女人 自己又放心不下 回去给她送饭 按时间算 自己正好走在出车祸的 那个路段 算算时间也正好 要是自己当时 在那么大的车祸里 哪还能有命在 也许 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吧 老孙又想起了 自己死去的女儿 放下网块 去买了些黄纸 找了个十字路口 给女儿 烧了起来 愿烧了起来 看着这边